喂,撞到人了,你發雞蠻嗎? 通常一個人走路沒有留意路面情況 大家都會說這傢伙發雞蠻 到底雞的事實是否真的那麼差呢? 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到三元色的感光體 其實雞是比人更加厲害的 因為他們除了三元色之外 還看到紫外線 所以其實他們的色彩上看到的東西 會比我們更加豐富 除了可以幫助我覓食 還可以辨別到雞隻的健康 那為何會有發雞蠻這個字呢? 原來雞是缺乏在夜晚看東西的視光細胞 所以他們在夜晚是特別難看東西的 人們就用了這個來做謝語 嚴格來說,適合一半 下次如果有人碰到你 可以試用其他句子吧